发言人你好 新华社记者提问 12月1日 俄罗斯外交部就美国拟举办领导人民主分会 发表声明称 美国及其盟友没有资格也不应该以民主登坛自居 美在国际上采取的不友善行动 以使外界丧失对其信任 俄方呼吁所有国家不再推行所谓民主化 不搞重新化线 以实际行动汉为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国主权平等原则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对俄方的相关立场 表示赞赏 近期我们注意到 有许多国家政要和媒体 对美国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分会提出批评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表示 分会纯粹处于政治目的 是政治操弄 泰国没有受到邀请 反而应该感到高兴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指出 民主分会具有典型的 美国内政治特征 匈牙利民主 无需任何人评判 埃及 沙特拉拉伯 以色列等中东多国媒体 评论认为 民主峰会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 维护霸权的工具 美式民主除了在中东和世界各地 剥下死亡和破坏的种子之外 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这些情况都表明 美国举办民主峰会 不得人心 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 我想指出的是 美国以自身的标准划线 将世界上一半的国家和地区 划入民主阵营 将另一半的国家 归入非民主国家行列 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民主精神 暴露出美国将民主 工具化武器化 打着民主幌子 推进地缘战略 打压异己的真实意图 长期以来 美国通过国际开发所等政府机构 和国家民主基金会 等所谓的非政府组织 对主权国家进行渗透 颠覆 挑动严肃革命 以推广民主的名义 滥石单边制裁 对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 利比亚等国 发动军事干涉 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 数百万人受伤 数千万人流离尸死 每人为将世界 划分为所谓的民主和非民主 两大阵营 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混乱 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灾难 事实上 民主峰会 同民主无关 而是借民主之名 行破坏民主之实 面对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 恐怖主义 经济复苏等全球性挑战 世界需要的 不是挑动分裂 对抗的民主峰会 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基础上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应对 共同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